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人体系外芯片的故事 其实我跟人体系外芯片结缘充斥着巧合 大概20年前左右吧 就是新世纪的初始 报纸上都在报导说21世纪是生物科技的世纪 那时候我刚高考完 怀怀着对科学与未来的憧憬 就报了高考来中南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结果生物科技的世纪被选择 生化环才四大片分成了广大学的校团 以至毕业的时候和泰腾搞得到好的生物学相关的工作 无奈之下就是进入了当时刚兴起的移动数研网这个行业 从事编程开发这样的工作 就是大家常说的程序员 一干就干了十多年了 然后哪怕就在四个月前吧 其实我还在跟一个朋友在从事相关的创业工作 当然做的很艰难 然后一个大学的同学一次闲聊跟我聊到说 东大跟南京市还有华为几家一起搞了一个研究院 现在正在招募项目你要不要去看看 然后我一看那个研究院的负责人还是当时就上过课的老师 我就去了就是满怀希望的跟他沟通过一次 希望他能支持一下我们的项目 结果没人说服他支持我们的项目 我被他说服了 我参与到他的人体器官芯片 咱们都去了 为什么被他说服呢 其实最大的我的一点是 人体器官芯片 其实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 风险很高 但是又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说这东西一旦做成的话 他对生物医学领域的影响是颠覆性的 然后同时呢 我这个又有计算机又有生物医学背景的双背景身份 又恰巧就是这个方向的一个优势吧 所以说就这样兜兜转转一圈 我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想从事的生物医学领域 这就是关于我的自己的一个一个小故事 但我们严徽这段说回人体器官芯片 这里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定义 我就不练了 简单来说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基础 想尽一切办法 在人的体外 来模拟人体器官的功能 比如说模拟肾啊 肠啊 肺啊 肝啊 肝啊 这些东西的功能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 模拟不同的器官组织 它要用不同的结构 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 血管 血管的那个模拟结构 是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芯片 当然 如果我们要模拟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器官组织呢 我们需要设计不同的芯片 这个过程就叫芯片设计 这个都套用了 其实跟那个 D3D的那个芯片没关系 这个是生物芯片 然后 这个过程就称为 芯片设计 或者叫建模 然后更进一步呢 如果我们把不同的器官芯片把它串起来 就有可能能模拟一个系统 比如说我们把 食管 胃 肝 肝 肝 肠 把它串起来 就可以模拟人的消化器 然后 为什么我们要模拟 为什么我们要模拟 其实是因为它有广大的应用空间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不同人的基因组织不一样 这也就是人跟人之间存在差异的生物学基础 就是说大家虽然都是人 但是我们的基因组是存在差异的 然后 理论上 用谁的细胞做出来的器官芯片 那么就更能模拟 谁的器官 谁的器官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从我的身上取出来的 这个皮肤的细胞 培养出来的皮肤芯片 就更能 就跟我的那个皮肤的特性更像 对吧 所以这个就自然而然 引出了器官芯片的第一个应用场景 就是所谓的个性化医疗 或者叫这个 精准医疗 一个最简单的 这叫最简单 就是现在在应用前最常用的例子 就是关于癌症的事 大家知道有些癌症 但其实是有很多的药物 是有很多药物 但问题是它不同的药物 对于不同的人而言 效果是不一样 就是说有可能同样的 这个人吃这个药效果好 那个人吃那个药效果好 效果是不一样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 癌症的治疗是存在窗口期的 然后每个药呢 它又有它的治疗周期 就是又有它的疗程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的 让一个病人 把所有的药都挨个吃一遍 就不能这么做 就是说如果这么做的话 可能导致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药还没试完 这人已经走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得破线的 需要用的方式 能快速的试药 快速的帮它找到哪一种药 对它这个个人而言 是最有效的 那么器官芯片就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手段 就是从它的身上取出那个癌病组织 然后培养 培养 一大片 器官芯片 这些器官芯片都是从它的那个细胞培养出来 那么我们给不同的这个器官芯片加不同的药 来观测 不同的药对它的效果如何 这样能在 大概两到三周的时间里面 就能找到哪些药或者哪一款药 对这个人的疗效是最好的 这就大大的节省了 或者说提高了这个药物的使用命中预防 也就是一种用空间换时间的方法 如果说用一个人的细胞 作为细胞员来制作器官芯片 是可以做精神化应用的 那么用不同的人 尽可能的收集不同的人 很多人的这个细胞做器官芯片 就可以达到另一个作用 就是帮助药物研发 因为大家知道药其实它是讲统地性的 它最好对大多数人都有用 对吧 所以它这个 这个就可以在药物研发上起到最后 但 讲这个之前呢 我可能得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药物研发的流程 因为很多 可能 不少人不知道这个药物研发的流程是什么 这个怎么呢 就是一个这个 关于药物研发的 一般性的药物研发的三步 第一步呢 是要做药物发现 这个大概在 需要 花费两到十年 那个那个 十为什么那么长呢 是因为它这个每个步骤 它都有可能会反复的 进入到第二步 再打回到第一步 都是可能没有反复的 就第一步要药物发现 它的核心病体是什么呢 从数十亿剂的化合物 就是化学分子空间中 找到可能有效的数十个 这个化合物 作为药物分子的后续 就是有效成分的后续分子 就是药物发现阶段的核心病体 那么第二个阶段 叫临床前实验阶段 这个大概要花费三到六年 这个阶段的核心病体是 把刚刚找到的几十号后续 放到 比如说 我们去做 放到动物身上 去做这个下坏的实验 去看它的效果 去看它的毒性 去看它的代谢吸收情况 等等 这一步做完以后的 就才进入到人体实验部分 就是所谓的临床实验部分 临床实验一般分为一二三期 每一期它目的不一样 大概就是 用人体实验去进一步的证明 它 毒性是可控的 是有效的 是好吸收的 这个是一个药物研发的流程 所以整个流程下来 基本上要花费十数年的时间 暴费数十亿美 才能研发一种新药 所以这个市面上 其实药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多 就是上市的药 可能也就应养千术 就是因为每一款药 它的研发都很难 而且最知名的是什么呢 最知名的是 药物研发的失败率非常高 就是说很多药物的 每年都有很多药物的 有80%的 会 就是进入到 凌床阶段 导致被打回 或者直接被毙了 所以 无数的特别 无数的机构 无数的公司 大家都在某着劲 在这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来压缩药物研发的周期 降低药物研发的成本 提高药物研发的 特别是后面的 凌床阶段 和凌床前阶段的一致性 也就是降低它的失败率 那么 器官芯片 就有可能成为 后两个阶段的 提高成功率 对降低失败率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 那个 手段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想看一下 我们动物实验 人跟人尚有基因组 的差别 对吧 那动物跟人的差别就更大 比如说 哪怕是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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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狈 其实 基因组跟人生最像 然后 那个 吃得多 那个 哪怕是猪 对吧 那个 它还是有很多的差别 它很有可能导致不易之行 何况 用猪动实验 其实 那个 也挺贵的 而且 而且还有猪呢 它的传代 时间比较长 就是 那个小猪要长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时间还是挺长的 所以 那个 但器官芯片 它有 它有两方面 跟动物实验 比如说 一个就是 它是直接用人类的概性 作为源头分化出来 所以它跟人的精组是一样的 因为它就来源于人 第二个呢 是 它是用 它的这个 培养周期非常的短 大概 几周时间 最长可能一个月 我们就来培养一代 而且 它 最关键是 它做的是芯片节目 所以它的功量非常高 它往往可以一下子做几百倍 甚至上千里头 这样的芯片 所以 培养周期短 培养的数量又多 然后跟人的精组又更像 所以它非常有希望 在未来 提起来动物实验 然后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 更动物实验 更 那个 优势更大的一点 就是 关于 罕见病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 人类是有很多罕见病 就是 在总体人生的分布中 非常少 但是 罕见病 大家前面看到 药物研发的 它的 它的时间 跟它的成本都非常高 所以 一般来说 药起 除非 常见病做得差不多了 没什么前科 才会做人类病 就 海浸病的投入 药场是特别慎重 不太愿意 因为 又不会因为 你研究海浸病 你的失败率 就会低 或者时间就会变短 不会的 所以它们的投入 就是 非常慎重 这就导致一点什么呢 就是导致一点 就是说 很多的海浸病 连动物模型都找到 就没有什么动物 呃 它能够 能够表征这个 药物对这种海浸病的 效果 比如说 我们之前跟 男性的 某家医院 因为 这个社名 所以我就不讲 就是某家医院 在聊这个 骨肉瘤 这个海浸病 都发育小孩 跟青少女 大家知道 小孩跟青少年是 一个家的核心 就是 小孩说 小孩跟青少年 呃 这个 梅的质 那么对家庭的打击 是非常大的 但是 骨肉瘤就是一个典型的 没有任何动物模型 而且市面上也没有 没有特效药 只有 就是现在 治疗手段 就是有 有两种 呃 有两种 就是不是它的特效药 但是能用的 好像有点效果 但是这两种药呢 副作用油都非常大 就是 毒性很高 往往就是年长起年 那么 呃 如果说 我们就跟医生聊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器官芯片 来 制作 骨肉瘤的组织 来模拟骨肉瘤的话 那就有可能 我们可以跳过动物实验 我们不用去找 动物模型 就是 就能研究 这个 呃 药对 骨肉瘤的 这种 这种作用 而且另外 就是说 呃 呃 那个 就是 不光骨肉瘤 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 海电影 都可以采取这样的策略 呃 就有希望跳过 这个动物实验部分 啊 所以说 器官芯片真的是 就是除了刚刚那个常规药的那个酱成分啊 这个收短时间之外啊 呃 在这种 没有动物模型可用的方面 呃 有可能为人类带来蜀光的一个技术 所以说 虽然器官芯片现在还不成熟 就是在药物研发方面 在替代 完全替代动物实验方面 还不成熟 但是 我相信 它的前途是光明 并且在实验中 已经有很多的东西 呃 近代初步的用器官芯片替代动物实验 比如说 很多女同胞比较宽視的 就是化妆品 或者护肤品 现在护肤品和化妆品 是不能用动物做实验的 呃 都是用器官芯片做的 就是你们买的 对吧 就是了 啊 对 然后那个 呃 啊 但是对于 对于 对于那些致命的疾病来说 还是 还有一段路要求 但是前途充满光明 啊 呃 那个 啊 这个本来 我忘了 就是 就是找的一片西门嘛 不如一般来说就是 轻则要节制 啊 重则可能就 不太行 啊 所以放在这个 呃 就是放在结尾 我想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呃 就是我为什么从事这方面 可能跟我的个人性格有关系 我希望做一些优秀办事 哪怕 他可能是 就是一无所获 甚至这条路最终被证明是走不通的 但是 至少在现在这个时间里 我看到了他对人类的健康事业带来的希望 啊 然后 呃 你这样上下而出错 我觉得这这两个话特别能 形容我现在的状态 呵 所以我希望把这段话也送给大家 大家共鸣 就是 就是 我们要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 要找到人生的价值 要找到人生的价值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